大家吃的覺得如何 我覺得如果這個炸雞 可以有剛剛韓國的那個 脆脆的口感 加上這些蘸料 就就會是我 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這個醬料真的是超好吃的 你看 風糖醬大概到這裡喔 很高喔 很高喔 馬來西亞的可能到這裡喔 這樣是不是超好吃的 好好吃喔 好激動喔 有嚇到我耶 因為可能我們 對馬來西亞的炸雞的印象 沒有那麼的深 真的好吃耶 對 但其實口味上 可能跟大家剛剛吃到的 又或者是韓國的炸雞 是比較重鹹 然後比較重辣一點點的 那如果你喜歡 類似這樣的口味的話 馬來西亞的炸雞 可能是你喜歡的那一種 好吃 聽說這一家 因為老闆很道地 很多那種馬來西亞的留學生 對 真的假的 而且其實在馬來西亞 炸雞這個東西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你如果坐在路邊 吃東西什麼 你點一些小盤菜 都會有炸雞掉下來打到頭 一定都會點炸雞 那是流連吧 就是你一定都會點到炸雞 然後你就去看 你要不要那個蘸醬 你要怎麼蘸 你要怎麼吃 就一定會有 我覺得南洋風味的 都會是香料比較重的 像我有吃過那個 新加坡的叫 蝦醬雞 哇 對 它是他們那邊 倒地就是非常 就是有點像 就是台灣鹽酥雞 這樣很熱賣的小吃這樣 然後它很特別是 因為它的那個雞 會先淹過一個很濃郁的蝦醬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會一咬下去 就滿滿的蝦醬的味道 可是蝦醬有時候聞起來 會滿滿的 味道很重 可是它的那個味道 不會是那種會讓你害怕的 因為我那時候會吃到 是因為就是 憲哥帶我們去商演 然後那邊當地人就說 這個一定要吃 然後他們很退 接下來是安祖帶來的 對 我一定要介紹美國的夾雞 大家應該有吃過 美國的夾雞吧 有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夾雞 我們今天是吃德州式的 OK 德州 比較強喔 對對對 然後這個它的特色 就是它有延12個小時喔 12個小時 對 然後它 它是鮮甜 鹹炸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新鮮 對 然後它的淹料 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喔 好浪 所以你能享受 就是美國的口味 對 就是很有味 我覺得呀 對 對 然後就是這些醬啊 它們都很有特色 就是我們會用各式各地方 比如說亞洲地區的辣椒醬 摩西哥的辣椒醬 然後我們有那個 美國的Tabasco 然後它是有醋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辣椒醬 喔 不一樣 對 可是我必須說 黃的就是芥末醬嗎 我必須說 很辣的那個我覺得很好吃 對 我也喜歡耶 對 還有芥末 而且其實吃到現在 它的雞肉的口感跟前面都不一樣 不是 已經辣到 我沒有在關心了 它雞肉的嫩度耶 你不小心在辣 因為前面我們吃到的雞肉 現在目前為止都是那種多汁 鮮嫩 可是它不走這個路線 喔 它是甘材 但不代表它甘材喔 它還是有雞肉本身的口感 可是不是那種鮮嫩多汁 但是還是 鮮 它是酥脆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喜歡這種皮 我覺得它可能應該是切開的 要不然它應該是滿juicy 這個是德州美墨炸泥嗎 對 對 對 這是我很愛的 美墨炸泥是在DM 而且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有一個很榮耀的故事 可以說嗎 怎麼了 怎麼了 因為它的老闆娘的小孩 是我兒子的同學 然後他們辦生日派對 都一直吃這個耶 然後我第一次去參加 小孩的生日派對這麼準時 因為我就是要去吃炸雞 所以就是一直吃 然後後來兒子就開始長胸部了嗎 沒有 兒子不能吃了 還是只有媽媽媽一直來吃 因為美墨這一間是 他們製作單位問我說 你覺得台灣最好吃的炸雞 我第一名是給他 對 我也是 真的 我也是覺得 他吃熱的真的很好吃 完全不用思考 第一個念頭就聯想到他們的炸雞 就是這一家 美國炸雞的特色就是 黑人發明的 黑人超愛吃炸雞 然後他們也可以配那個西瓜 蛤 西瓜 因為你一邊吃炸雞 一邊吃西瓜 我以為你要說啤酒 就有點像那個蘿蔔的感覺嘛 就你先吃一點油膩 然後吃個西瓜 西瓜油膩 確實奇怪喔 對 真的 很多黑人喜歡吃炸雞跟西瓜 那如果西瓜沒中西的時候怎麼辦啊 真的啊 他蠻平衡的 那他的西瓜好吃嗎 當然非常非常的脂 非常脂 但是他是西瓜 如果不是西瓜的季節的時候可以 對啊 要配什麼 榴槤吧 你是說炸雞嗎 對啊 啤酒 啤酒 可是啤酒跟西瓜差這麼多 對啊 都好喝 都好吃 大家覺得咧 這個雞肉本身好吃嗎 我覺得很像那個烤雞一樣的素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真的 真的很多汁耶 我覺得這個很喜歡 可以想像出他肉熱的時候沒有切開應該 超好吃 超好吃 他是皮薄之多 我覺得好吃 可是我覺得就是他的雞肉 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是他的醬 我覺得重點是在他的醬 對 他的這個雞肉跟剛剛大家講的一樣 就比較乾 但是我覺得吃進去之後 我腦裡面浮現的畫面 為什麼是越南的感覺 因為他是那個越南的醬 對 比較接近那個感覺 所以我有點覺得 吃不到那個德州的感覺 是 是 可能是吃拉叉醬的感覺 吃拉叉 因為最後一個就是醬勳 我要講一下 我看他還有什麼理由好變 沒有 我覺得這個還好吃 但是這個有一個犯規 因為他用的醬 全部都是全世界最 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歡的醬 然後呢 這個不可否人每個人都喜歡吃 有什麼問題啊 沒有什麼創新 美國是一個國籍的地方啊 沒有什麼創新 所以我們都要吃 就是大家不好 不喜歡吃的醬 你們還不是放起司粉跟奶油 我就是要 把我把風燙醬再拿出來嗎 對不起我錯了 不要亂吃 對不起我錯了 受毀 我覺得要創新 對 創新你就把三個醬混在一起 我就是這樣 剛剛這樣吃很難吃 搞不好會好吃喔 我覺得 你要加這個泡菜嗎 希望可以 日本的那個唐揚 日語叫做唐揚芽 我還是覺得日本的那個炸雞 是最好吃的 大家可以吃吃看 真的嗎 很不錯 真的有這樣嗎 這個旁邊的醬料是 塔塔醬 塔塔醬 塔塔醬醬 對 所以桶湯 我們會吃的時候 會是培魚 所以這個培炸雞 有點不一樣的 還是很好吃喔 對 有聞到那個醬味嗎 怎麼了 思雅怎麼樣 好香喔 而且它的塔塔醬 不會那種油膩的感覺 吃起來反而就是 讓這個炸雞的味道整個是加分 你有沒有覺得日式炸雞 吃起來就是有個日式炸雞味 真的喔 對 就是下別的口感 它不知道用什麼醃過還是 對 就是醃製的 聽說後來我才知道台灣也是醃過的 可是日本的還是比較重口味 因為鹽過的那個醬料是 那個醬油 用日本的醬料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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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台灣的比較甜 其實日本的醬油那個味道不一樣 日本的那個醬油比較鹹一點 重口味一點 然後再加芝麻油啊 還有酒 還有那個鹽巴 然後再做的那個醬料 然後醃製 然後再炸 好香喔 然後像其他國家那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沒有骨頭 沒有像其他國家 對 那麼的那個野人 野人 這是那個 而且 我們是野人嗎 野人是KID的火 說真的去日本吃炸雞很難採到地雷耶 對 他們連便利商店賣的炸雞都好香喔 好甜甜 我有吃過剉粥的耶 對 而且終點是那個 我們的炸雞是 忍掉之後也非常好吃的 所以我們那個做便當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放那個這個 彈牙 對 像我去日本都會買那個炸雞粉回來 然後它就加一點水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很厚的粉 包在那個雞 雞子外面 然後我就用氣炸鍋炸 我以為這樣會比較健康一點 可是其實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炸雞粉很鹹 對啊 可是你在家裡炸可以是這種味道 就是真的很鹹 對 然後皮會厚厚的 我吃日式炸雞的時候 我也會加那個日式的美乃滋QP QP 對 妳可以陪它也蠻好吃的 台灣的那個美乃滋跟日本的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耶 對 完全不一樣 比較鹹鹹的 然後這個塔塔醬也是那個皮克斯 跟那個美乃滋 還有那個 這個塔塔的雞蛋 對 雞蛋一起做的 不好吃喔 其實那個日本的炸雞是醬料不多 因為本身帶點比較就是夠味 本身更鹹耶 對 所以醬料的選擇不多 可是如果要打的話塔塔醬啊 或者是氣質 還有最近流行的是明太子啊 好 我們剛剛這個 各國的都吃到了嘛 是 而且應該台灣都吃得到嘛對不對 妳那個也是嘛對不對 這個是對台灣去賣的那個 叫做棒手彈 日本拉麵店賣的 台灣都買得到了 都可以拉麵 真的有 請問一下以上吃的這些國家的炸雞 哪一個讓妳比較有 記憶底 對 有記憶底一定要好的嗎 還是其實壞的也算 就是說妳走出去這攝影棚 妳會急著跟妳朋友分享說 我剛剛吃哪一鍋炸雞怎樣怎樣 等一下 那我不會分享好 我剛剛原本想要講加拿大印象很深刻 但我不會想跟她分享 是有可能 妳剛剛說那個BBQ這樣好吃 真的跟誰分享呢 對 但馬來西亞真的 是不是 有特色 很有特色 我喜歡韓國的耶 韓國的 那個白蘿蔔至今悬在我的心頭 就是大家要問妳炸雞 帶妳分享白蘿蔔就對了 就是這樣配超好吃的 對 還有那個起司粉那個也好吃 好吃 對韓國的滿好吃的 我也是喜歡韓國那個起司的 就是等一下應該出去 就會跟朋友分享說 我們下次可以點什麼 然後聚會的時候可以點這個 對 會 除了你們自己國家以外 我自己會選那個日式的炸雞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婆她也會煮這個日式雞 她就買那個日式炸雞粉 對 非常好吃 對 走回去的時候 讓我想起來我老婆 酷耶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